疫情衝擊,六月底正逢畢業季 應屆畢業生求職雪上加霜 老動部推出應屆畢業生最高補助三萬 現在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也祭出道職滿兩個月補助八千 滿三個月補助兩萬 但應屆畢業生有話要說 對年輕人來講也是一筆錢 就可能是一個月的薪水了 剛好有這個補助可以領 那就容易找到的工作先做 對同學們誘因都不大 因此新北市就業服務處 也推出離開學校兩個月 仍待業中只要接受輔導計畫 最高可拿1.5萬 那如果我能先預備自己 然後再去做其他的工作 或許得到薪水 就幾個月就會超過那個補助金 如果正職工作找不到 對於打工族也有補貼 只要投保薪資低於兩萬三千一百元 就能拿到一萬元 卻有雇主未替員工投保勞健保 讓員工領不到補助 另外衛福部的擴大急難紓困 其中一項家戶所得除以平均存款 低於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可發1萬到3萬元補助 有民眾因技戶籍資格不服被推薦 現在衛福部解釋 寄居不會和技戶戶籍一起算 因系統設定問題 可透過郵寄紙本申請 政府紓困種類多 但民眾要符合條件且實質有幫助 其實都有困難 TVB的新聞張明如李玉涵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